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来都是这个样子 破破烂烂 羞羞补补补 没有一天平整过 而且是越补越大洞 就在北跑道的滑行道上的坑洞处 那么整个出现了一个巨大坑洞之外 一下雨就要 就会积水 而且前两天有下一些小雨嘛 包括这个满地的黄泥浆不断地冒出来 所以这个机师就说好像是泥浆滑行道啊 好 那么因此呢 有飞机轮胎就被滑行道划破的情况发生 在过去呢 长容的扳机呢 也被这个跑道上的碎石卷起来砸中了 结果呢 这个尾翼受损了 那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 毕竟是桃源机场国家门面呢 好 这个不是单单纯纯的 只是滑行道不好看 而且这个状况不好而已 甚至影响飞胺的程度总该会有吧 我们来看到这个淘机呢 在第一时间的说明 而 转钉截铁不影响飞胺 他说就是表面上难看了一点嘛 好 预进2020年底呢 就可以彻彻底底解决这个滑行道路面的问题 那所以仁俊可以告诉我们 那这个很难吗 我的意思是说这么多年了 这个将近三四十年了 怎么会一个滑行道问题都搞不定啊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刚刚这个姚法学长 他提到了一个状况是还真的 我觉得我们觉得蛮悲伤啊 因为我每次讲到淘机的时候 不是什么地下车场会淹水啦 那淹的水还是从马桶流出来的 也不过就前几天的新闻 结果现在被爆说啊 你的这个滑行道啊什么的 这破破烂烂 刚刚提到说跑道的部分 事实上我给大家看 我们真的有相关的规定啦 你这个是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呢 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民用机场的 这个铺器跑道的这个规定 它都有这个规定的存在 而且呢不只是这个规定而已 它事实上都还告诉你 讲说你看这里面 有各种这个跑道啊 它应该要铺设的状态 还有它这些东西 全部都有相关的机令站 但问题是呢 我给各位看另外一个新闻是 也就是不久之前所提出来 你可以看到这样新闻的一个标题 在2017年10月的时候呢 就被爆出来讲说 桃园机场的跑道 还不是滑行道 跑道又破裂了 而且破裂的地方还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机师 所放出来的这个照片 其实真的让人家触目惊心的地方是 第一个你说 那个跑道这么长 滑行道这么宽 你如果说一个小地方 局部或者破裂或什么 你可以讲说你不影响 这个所谓的飞安 可是你看看那一张照片 被滑行道划破的飞机轮胎 你告诉我说 它什么状况下会磨成那个样子 我想飞机轮胎的那个材质 跟我们一般的这个汽车轮胎比起来 应该比我们强很多 它都能够变成这样 那真的 它落地的时候 如果是这样会不会爆胎 它如果要起飞之前 被化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不是表面上 比较难看一点而已 是不是 这个看起来不是表皮已经不一样 这是影响安全的吗 没错 所以当我们的这个桃园机场出来讲说 不影响飞安 预计到2020年底的时候 可以解决 现在也才多少 现在也才2018的前面而已 我们还有两年的时间是要干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就想 我们政府在最近这一段时间 做了很多很多的施政 都说要改变我们这个台湾 现在的这个现况 可是光一个国家的门面 我讲真的 今天在那里飞机起降 不是只有台湾的民众 你可以叫台湾民众说稍微忍一忍 你说施政什么的 大家没电也可以忍 可是像这个东西 一架飞机上面 会在多少国家的这个乘客 今天透过这样一个照片的出来 其实我讲实话 我们的桃园机场应该做的是 对不起 我们马上下去整修 我们马上改善 居然还讲说没关系 我们到2020的时候再来解决 就很有时间嘛 不是你有时间 你有时间可以等 我们没有命可以在那里跟你耗 那我要先请教我们在场 有位资深机师 就是因为你看 有机师已经反映说 这很严重啊 就是国齿 我先不管是不是国齿丢不丢脸 可是只要影响到飞行安全 这就很严重了吧 但是淘机说 不影响飞安 真的不影响吗 当然是有受影响的 我们是实际上操作的人 我们了解这个状况 那么不实际上操作的人 他当然就是可以推卸责任 说不影响了 目前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坑洞 我感觉到非常的熟悉 25年前 25年前我进航空公司的时候 我就看到就长得就是这个样子 结果呢 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那就表示什么呢 他只是在表面上把它铺完 铺了一层 事实上它的强度不足 这个应该不是跑道 这是滑行道 那跑道跟滑行道的强度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情况就是这样 跑道情况 跑道的话还OK 这个最主要是滑行道 滑行道的跑道 滑行道的硬度比跑道要软很多 差不多差了20个系数 差了20个系数 但是呢 飞机落地 通常就是一架飞机在跑道上 落地 就结束滑出来了 了不起两架 一架起飞 一架准备落地 那么在跑道上面呢 在滑行上面呢 就是很多飞机在那边等待 所以事实上 应该两个应该同等级 而不应该有差 结果呢 滑行道的等级 比跑道的等级要差 它的软 它比较软 所以更糟糕 这个嘉宇议员 是台湾的国门 这个搞成这个样子 里子面子通通都丢啦 说实话 这个滑行道的问题 一般旅客是感受不到 只有机师 或者是真的在这个 这个机场服务的人员 他们可能才知道 那据我了解 机师其实在滑行道 在飞航的过程中 他可能也不能使用手机 所以这个长期来问题 机师也没有办法 去把它拍下来 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问题 但是苦无这个证据 把它披露 那据媒体的这个报道 有87%的机师 其实对这个滑行道的问题 是长期的不满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 当然冰冻三尺飞 一日之寒 今天桃园机场的问题 整个修修补补漏水 包括机场跑道的问题 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就是工程品质不佳 偷工减料 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台湾很多公共工程 都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很多人就在研究 为什么台湾的公共工程 都是这样的品质 最主要的原因 可能就是因为低价抢标 因为我们的很多的工程 都是最低价得标 那这些厂商恶性竞争 低价抢标 最后就是偷工减料 像我们台北的北溢中心 也是一样啊 厂商低价抢标 最后坐不下去 给你两手一摊倒闭 关闭 然后就不盖了 摆烂 那淘机的问题也是这样 今天这个滑行道 一般旅客看不到 只有机时感受得到 所以偷工减料 没有人会知道嘛 反正到时候 这个坑坑洞洞 我已经双手一摊 反正我钱拿了 验收完我就走了 但是后续的修补的问题 就是变成说 你一旦要修补 你没有办法全部封闭 一次封闭一条 这样子所造成的问题跟困扰 永远修不好 这个洞就是越补越大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公共工程的 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整个品质 包括我们的公共工程 因为淘机 大家都是非常的重视 因为我们淘机 已经花了很多钱 一再的这个重新打造 之前这个服务满意度 其实也是非常的好 可是问题是 这些施工的品质 旅客来了 看到台湾的这个门面 国门 一下飞机看到 是这样子的场景 其实我们所有人 都觉得非常的汗颜 那我觉得在淘机这个事件 就是显露出 在我们相关的公共工程 相关的监督跟品质 跟验收 跟招标的过程 其实有很多需要检讨的问题 这是长期的问题 因为公务员都很怕土利 今天如果说 不是用最低价得标 就像之前检证案 我们很优秀的 谢清智工程师 他就因为这个高铁的检证案 他就被认为是土利 因为他觉得说 有更好的施工方法 可是可能更贵 更花钱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长期以来的问题 就是公务员跟 这个土利的问题 跟这个所谓最低价抢标 所造成环环相扣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整体的问题 未来如何去 政府如何在法令的修改 或是未来在施工验收上 能够让大家认为说 公共工程的品质能够更好 而不是用这种低价抢标 然后导致最后恶性倒闭 或是施工品质不佳 或是偷工减料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这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 也有一些机师每天都来抱怨说 每天淘机都在发这种通告 就一下关这一条 一下关那一条 他说事实上 这对他们在勤务上头 其实造成蛮大的困扰和影响的 没有错 如果说两条跑道同时进行的话 那当然就所有的work load就减半了 那么只有一条跑道的话 不是增加一倍 是增加四倍 因为你跑道有四个方向 反而变四个 那你要掉来掉去 掉来掉去 你要从北边的停机坪 滑到一航下 滑到二航下 那不得了 那非常的累 那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 地面等待时间越久 航空公司的消耗成本就更大 那么旅客情绪的反应 又要反应到空服员身上 反正通通都是恶性循环 那事实上我落过的机场 最棒的机场是克拉克空军基地 同样等级的是泰国的误打抛 越南的胡志明 这三个基地都是美军基地 美军在越战的时候跟越战之后 就已经在这个各个基地 它建设跑道的时候 它的强度都已经在C5A 这个飞机可以落地的强度了 那么C5A就一定是最高等级的 那么我们台湾最好的机场就是清泉缸 那么清泉缸到现在都已经将近快五六十年了 六十年了 那么为什么中正机场只有四十年不到会那么差呢 这就是施工的品质 所以你二十多年来的经验 就是发现这个施工单位大有问题 这是根本吗 跑道的强度 我们可以在国际民航组织的第六类 第六侧 Airport Direct 就机场指南这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跑道的情况读数 那么跑道情况读数 必须要比飞机情况读数要强 那么这个飞机就可以落地 那么飞机情况读数在哪里 可以找到 在各国的AIP第三单元的机场 机场部分 你就可以找到 那么中正机场的跑道情况读数 是在国际民航组织 已经决定要有这个跑道情况读数 跟机场飞机情况读数 相比对这个规定之前就已经做完了 所以他的跑道情况读数是有问题的 那么后来就必须要做补偿测试 补偿测试就是做验收 那么这个验收单位 很可能就是球员跟兼裁判 就是施工单位自己 加上一个主管民航的一个官员 在旁边陪同做认证 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 对 到底怎么会修不完修不好 而且还要修这么久 我们就带您来看到 这个桃园机场呢 这个从过去 营运到现在大概三四十年 那么在这个跑道整修的部分呢 其实一直都是在修修补补 都是补丁的状况了 2014年呢 道路的整建工程已经开始 这个施工总运算差不多113亿 那么2015年的时候呢 1月份南跑道整修完成嘛 好 3月份是北跑道 当时封建 封起来整建 所以你当时造成整个飞机 这个航班状况都大塞机 所以平均一条跑道要负责600架的航班请降 好 那么到了2018年呢 好不容易完成了南北跑道滑行道的整建工程 好 那么现在要预计到2020年呢 可以全面完工 好 但是呢 因为淘机说 因为航运量实在太大了 所以没有办法一次打掉重练 只能够片段整修 好 但泰亚山之时可以工作 我们来带您看看 那么不会怎么做呢 这个巴黎的奥利机场呢 他们事实上 在每天晚间的时间呢 就更换一片跑道水泥板 他们希望让这个跑道呢 可以不间断地更新 这是在国外的做法 好 那我们当然也会问 事实上我们也一直说 这个第三跑道 盖得如何 修得如何 那么开发案规划的时程 是2025年完工 好 还有我们一直在期待的 第三航廈呢 一二航廈都不够用了嘛 第三航廈 好 08年交通部着手推动 15年的时候 行政院核定建设计划 2017年举行动土典礼 那么预计2020年底完工 2021年市营运 这是目前规划的骑程 但我不知道会不会 有可能往后延 因为交通部长贺承旦说 这个数字太乐观了啦 好 已经确定会延后 那么延后到什么时候呢 他也没说 他说一个月之内会对外公布 好 所以呢 赵新 你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是台湾的整个跑道也好 航下也好的整修计划 拖拖拉拉 其实我是不问别的 我只问一个 这是最低阶最低阶的道面平整 最低阶的飞安 我觉得为什么连这个都做不到 没错啊 不过我们的贺城部长 倒是蛮善于官场之道的 而且挺乐观的感觉好不好 对 它知道说 大概迟早会出事 干脆自己先打预防针 说确定会延后 可见它在内阁里面 可以待这么久 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过我是蛮感慨的就是说 其实在我们那小时候 大概二三十年前 这个那时候还叫中正机场 那个时候我们一提到 都说是这个东亚 数一数二的大机场 曾几何时 它从一个骄傲的相声 变成一个出包 跟国耻这样子的形容的象征 其实在我们的心里面 是感觉到是蛮感慨的 那这个桃源机场确实出包连连 非常红 又是停水又是停电 那现在跑道又出问题 包括连当初那个 不是我们国民党时代力量的 这个 这个薛永明委员都曾经说过 这个交通部长这个样子 是不是应该负点责任 意思就是说呢 不过我不是要提说贺诚怎么样 而是说今天这个东西 真的是变成一个 你必须要去处理的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当然今天我们这个跑道 这样它不是没有原因的 当初其实这个桃源机场 在盖的时候 它的地质某个程度上 是盖在这个 有点像沼泽地上面 所以说你这个跑道 一旦 其实我们一个国际机场的跑道 桃源机场大概从 开始 大概1979年 那一个国际机场的跑道 维持大概就20年 所以其实它到2000年的时候 你不处理就不行了 那那时候阿扁那时候 本来是说要处理的 可是问题是呢 这就讲到为什么盖这么久 第一个光是决定工法 居然就拖了十年 到2010年的时候 桃源机成立 大家受不了 动不掉 那时候叶框池才说 拍板我们要决定用软性工法 不然那时候一直在炒 到底要用刚性工法 还是软性工法炒了半天 所以炒工法就炒十年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整个决策 就是公部门的决策体系 非常的没有效率 第二个就是刚刚议员讲的 就是最低标的这个东西 确实会影响品质 包括原来的得标的第一家厂商 就是做了三十几天之后 落跑做不下去不见了 你知道吗 不见就算 那我们就想说 那再找第二家来嘛 结果第二家 因为真的是价钱太低了 没有人敢接 所以又留标第二次到第三次 所以中间拖了很久很久 才有新的厂商要来盖 那盖的过程里面 对于工法又有不断的讨论 又反复 所以到最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那如果这样子的一个流程跟品质 怎么可能会好嘛 对 那一旦不好的话 问题是说我们讲说 如果说是漏水啦 如果说停电 那就算了 没面子而已 可是如果说这个跑道 我刚看到这个淘机说 没有飞安的问题 我真的是瞠目结舌 已经就告诉你的 当初就是因为跑道 那个利青飞了 打到长榮后面那个平衡仪 那个还飞到大陆 如果说运气不好的话 那就是空难 空难的话 如果说我们台湾的航空公司 如果是国际航空公司 告你淘机 你赔都赔不完 说不定还要破产 那我们当初不是说 我们就是政府是怎么样 梦作很大 事作很少 是怎么样呢 当初就说我们要让桃园 怎么样 做中转中心 结果你用这样子的一个品质 还有这样子面对飞安的态度 我请问如果我是一个国际的机场 我怎么放心 把这个桃园机场 中转中心 把飞机停在这边 然后说不会出事呢 你这个东西面对的态度 就证明了 就坐实了我们的政府 用这样的态度处理 那就是非常缺乏国际的竞争力 因为我们不只是要对国内的人民摆烂 耍赖皮就算了 你要去吸引国际的竞争力的时候 你要用务实的态度来面对这些事情 不然不只是国耻而已 我们是永远竞争技的流失 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刚赵金在讲的时候 我们机师一直点头如倒算 所以非常有感 从这个图上面看到 那个第三行下 很明显的就是军用机场 就是桃园的军用机场 那军用机场跟民用机场 就是现在这两条跑道中间 它有一个联络道 在中间的部分 可是这个图看不太清楚 它有一个联络道 那当初王学勤 王学勤投奔自由的时候 他就是落在中正机场的 民用机场的跑道 最后经过中间的滑行道 联络道 然后把它拖到军用机场 那也就是说 第三机场如果要用的话 事实上是马上就可以用的 这就是一纸行政公文而已 就是国王不同意 现在连影子在哪都不知道 因为要确定会延后 事实上它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那我为什么说是可以的 因为我那个时候在桃园 担任小飞官的时候 我就看到七日七在我们的 军用机场在那边练习起落 但是他没有touch down 他没有触地 他在那边练习 所以我就打电话去问 他就说我们在做练习 你不要乱讲话 所以我就懂了 我就知道这件事情了 事实上桃园机场是可以马上用的 军用机场是马上可以用的 技术上来讲 可以马上用的 它的宽度也够宽了 对 但为什么现在什么时候要启用 还过于乐观 还不知道 到底怎么了 这个人均 请告诉我们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我们等不到 我觉得当然 目前整个桃园机场的状态 因为我们过去很多的机场 都是军民通用 所以我们有些 一部分是民用机场站一块 军用机场其实站在旁边的这一块 那是不是要把军用机场的部分 直接变成刚刚这个姚法兄所提到的 就是说他让他可以再用民用机场来作为起降 我想第一个就是他也是必须考量到他战备的实质的状态 那因为你总是有军机的部分要在那边进行起降 第二个就是说以他这个第三航下部分 他其实不是只有跑道 他还有这个所谓的建筑的主体工程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今年2月6号的时候 其实当时就有一个新闻出来讲到说 原先预计是在2020年完工 但是后来发现到说不行 大概是做不出来了 所以呢要再延后 可是你也知道我们很害怕我们的工程品质在于是 你每次一讲延后之后 这一延可能就1800年之后 你光看一个机场捷运 你就知道那个一延延到这么久 台湾的很多公共工程就是要求CP值 那要求CP值的时候就是导致说 大家层层下包 层层发包之后 到最后的小包商几乎可以说是无力可图了 每次我们就是都羡慕说日本 为什么人家的道路那么平 路这么好 然后人家的公共工程这么好 为什么台湾的路永远不平 我们还要有一个路平专案 来特别处理路不平的问题 第二个是它的施工品质 还有包含它未来的整体的状态 其实才是我们担忧的 你记住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 其实我们台湾机场遇过很多次 很严重的什么东西 叫做淹水跟漏水 那时候还特别测换了这个什么董事长 总经理把它给换掉 为什么 说要换上具有工程专业的 可是两年的时间马上就到了 而且两年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看到的却是这些新的什么董事长 总经理具有工程专业背景的这些人 进来之后 他却没有改善这个工程 那时候为什么要换董事长 因为他讲说 哎呀没有啊 你们在做那个排水道的时候 因为你们什么直角 斜角 导致水排不出去 就说要用这个方式来把它给改善 结果好了 现在我们没有看到 它大的天花板在掉水下来了 现在看到就是马桶水 直接淹到地下车道里面去 那也就都算了 可是您刚刚所提到 暴露出来的是 你现在连既有的工程 已经损坏的 你都做不好了 你告诉大家 假如我现在做一个新的工程 我有办法 有把握把它给做到 你眼前的那个破洞 你都补不起来了 你要跟我讲说 你后面的东西会做得更好 所以我觉得现在 当然对于桃园机场来讲 它当然有一些 它必须要转型 跟实质上的这样一个 的这个作为必须要出来 可是我觉得 更令大家觉得害怕 就是你的这些东西 都一再延荡事 你不能只告诉大家 假如天边的彩虹很好啊 你眼前已经不是玫瑰了 眼前那个玫瑰 是已经被它踩烂了 你就不想快把它给弄好 你再告诉大家 讲说我今天要把这个工程 再怎么弄 你不急是没有错啦 那是你 反正你这些政府官员 说实话 你们要坐飞机 或者你们有专机 你们可以有 有特殊的这个通道 你们不会影响到 这些所谓的安全 可是对于一般民众来讲 他其实真正担心的是 我讲实话 我们可能一辈子不坐飞机 也可以啊 你说那机场 跟我有什么关系 可是桃园机场 面对到是我们的国门 这个地方我们觉得丢脸 每次谈到淹水 那时候还讲说不淹水 有人就要请鸡牌之类的 为什么搞成这样 因为它代表的是 一个国家的门面 如果在这一块里面 连工程进度 或者连相关的东西 你都做不好 那我们讲真的啊 刚刚讲到说 有很多你有发包的这个程序 你有很多你的这个东西 但是有刚刚嘉瑜提到说 有人偷工减料 偷工减料你是没办法抓吗 你没有验收程序吗 我觉得到最后居然来讲说 就是因为你这些二厂商 那我讲说二厂商 为什么会出事 就像你今天讲说 你原季2020年要完工 你凭什么用这个说法 你一定有一个这个计划吗 你一定知道说 我什么时间招标 我的工程进度是多少 我们为了奖励这些重大工程 能够赶快把它做好 我们都还有一个提前完工奖金 你知道 它如果提早多少之后 我还可以给它钱 结果到最后你跟人家 对不起啊 又因为其他的因素 所以我们做不完 因为什么因素 说工期太短 影响厂商投标 所以要延后 那工期谁定的 计划谁定的 那你在公务员人员当时 我们也在公家机关 负责过招标业务嘛 招标业务没有那么简单 不是说我今天抗林郡 在关在门里面 我自己想说三个月做完就算了 没有这件事情 你一定是问过很多的厂商 去问那些有投标意愿 跟投标能力的厂商 因为其实你要访嫁 要访标的过程就是都一样 所有的工程通通都一样 你就必须去问一下说 如果今天这个工程 你们认为合理的工期是多长 再来是你们认为 合理的这个工程的 这个价款是多少 你的承办人员 才有一个依据可以这样做 结果我们居然看到的是 您刚刚提到那个理由 是说因为现在工期 只有这么长而已 所以人家做不出来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 那你告诉我 前面的作业都在做什么 你的评估报告又是怎么回事 对 所以而且呢 包括像是淘机 已经是这个状况了 感觉上好像体质不良 然后前景我们又觉得 又看不到未来的情况之下呢 松山机场呢 也一直吵着说要迁移到淘机 松机迁移问题 几乎是这一次 台北市场选战的火线话题 包括这个台北市场柯文哲呢 他也是一再说赶快搬赶快搬 但是问题是淘机 现在这个样子 松机还敢搬吗 淘机都自身难保了耶 请教嘉宇议员 当然这个松机迁移 它关系到台北市 未来都市发展的问题 因为毕竟松山机场的限高 所以导致包括内湖 包括中山区 很多限界的问题 那作为一个台北市 城市长远的发展 市长的这个蓝图里面 都希望说松机迁移之后 能够让台北市 能够有一个新的面貌 我想所有的市长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啦 那但是说淘机现在的问题 当然监察院也已经去调查 说为什么花这么多钱 羞羞补补补 结果是这样子的结局 那刚刚其实也讲到说 包商的问题 那据我了解这个包商 淘机很多这个 这个承包的案子的包商 大包商 它就标下这个案子之后 去压架小包商 你做这个案子 你还要顺带做两三个案子 做服务的 那很多公共工程 都有这样子的问题 包括我自己所知道 我们内湖有一些案子 也有厂商小包商来抱怨说 大包商得标之后 叫他们可能只是 做装修的 要顺便做冷气 要顺便做什么 顺便顺便都要做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 很多公共工程 就是要求CP值 那要求CP值的时候 就是导致说 大家层层下包 层层发包之后 到最后的小包商 几乎可以说是武力可图了 那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长久以来的问题 每次我们就是都羡慕说 日本为什么人家的道路那么平 路这么好 然后人家公共工程这么好 为什么台湾的路永远不平 我们还要有一个路平专案 来特别处理路不平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 从大致这个淘机 小致我们一般的公共工程的建设 都可以发现这个问题 都是从下到上 这是整体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说 当然就是说这个问题 今天淘机的问题大家特别凸显 当然因为它代表的是国家 那问题是你从国门进来之后 这些观光客 到了台北市 到了其他县市 同样的看到我们这些公共工程 一样的是不堪检验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根本的问题 真的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所以我觉得今天淘机的问题 包括我们这个小致 我们的一般的道路的问题 这些都是要从上到下 大家要整体的一起来面对 那每次我们讲到这些问题 讲了这么久 然后大家也都知道 有偷工减料的问题 也都知道有这些不效的包商 可是为什么永远存在在台湾 那我觉得说 难怪大家会不信任政府 不管是谁执政 其实大家永远都觉得 是官商勾结 永远都觉得说 这个问题无法解决 所以我觉得执政者 真的要好好的深切地检讨了 如果在这边请 其实是在帮我们补充说明一下 就是您自身的经验 不管从淘机看天下 其他国家的机场 人家是怎么做 为什么台湾明明 已经算是一个已开发国家了 连个机场都搞不定 这个还是牵扯到 行政效率的问题 松山机场在早期 它是台北市的郊区 从松山机场 我们可以看到总统府的大楼 你就表示 台北那个时候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那么日本人在 在规划台北市的时候 它是规划台北市是20万的人口 结果现在台北市是200万的人口 再加上新北市总共是400万的人口 那这400万的人口 的交通问题 出国问题 台湾是一个岛国 一定要经由空中交通 你要把它废掉 然后淘机现在这个状况 还三条跑道 现在只剩下一条跑道了 那怎么办 所以说整个国家的行政效率 是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看一下大陆 它一年就是 一个省就是一个国际机场 如果说有这么好的效率的话 那么我们就有救了 不只是进来台湾觉得难看 事实上我们还丢脸丢到国外去了 包括我刚刚也特别提到了 有国外的这个技术人员 有提到说 看到这个飞机 这个机副机轮张细细的 就知道 这一定是来自台湾的飞机 所以我觉得最讽刺的是 我刚刚讲到说 我们现在这个工程专业的董事长 他就是曾大人 我特别找出来当时的这个报道 你知道吗 交通部那时候他讲什么 来我给各位直接看 我真的觉得这个是 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新闻里面 最大讽刺的点就在这里 你看到交通部指出什么东西呢 交通部说呢 你看他的这个工程专业 对于推动第三行下的这个新建 第二行下的过去 以及滑行道整建等重大建设 将可以发挥起专场 2016年6月 人家讲说 为什么一个交通部的次长 要去接淘机公司的董事长的时候 很多人质疑 交通部说他可以做这么多的事 发挥专场 结果我们现在两年后 两年后的今天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 天哪 怎么当时他的专场可以做的 现在呢 行下整建 您刚刚说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啊 第三行下 因为当时工期定的有问题 所以呢 现在要不能够准 准时的这个启用了 然后呢 你看到滑行道的部分 这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哦 真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一定要了 以及滑行道整建等重大建设 将可发挥 将可发挥领导管理与工程专业厂财 结果我们看到了 他还没发挥 他还没发挥 Po出的那张照片 两年了你没办法发挥 那我不知道还要再给你多少个两年 好 说到了效率 我们来看到政府效率 在控制麻疹疫情这一块又是如何呢 我们看到一路失控 似乎呢 游北往南蔓延的情况了 那么现在看到呢 最早是这个虎航 林航哦 他的这个群聚感染 有13名确诊案例 那么林口长庚医院也是群聚感染哦 目前有三个个案 好 那么在高雄 有一名男子呢 院内感染哦 所以这是在高雄的案例 好 那么主要呢 是在4月15号的时候呢 他在这个高雄左营用餐 然后之后呢 16号的时候 接触的人啊 这个场所啊 大卖场要进行相关的 这个像是他在大卖场消费 好 所以到17号的时候呢 他包括他也搭了火车啦 这高雄到新的自强 好 所以这些人 他所有接触过的人呢 都必须要进行追踪列管 129个人 好 那么所以呢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台湾的这个麻疹疫苗 是不够打的 昨天我已经报导过了 就是其实现阶段 我们大概只有3万剂 但是三天 其实就打了1万多 那么现在可能硕果仅存 搞不好今天又过了一天 可能两万剂都不到了 那么所以必须要限缩 能够施打的对象 好 那一般民众 你要自费 你有钱都打不到 他优先给这个北北桃 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而且是这个急诊室 还有医学中心的医护人员 和机场的人员 才能够优先接种这个疫苗 那南部也说 南部的医护就反弹了 说看到没看到没 我们南部高雄 高雄也有人感染了 那你说只有北部的医护可以打 那我们南部的呢 对不对 南部的除了这个 我们看到了 这个高雄成大医院 还有这个台南奇美医院 因为他们疫苗也全部都用光光 那么只有在证明男子 因为院内感染的部分 这家医院是可以施打的医护人员 除此之外没有 所以引起反弹了 很多人 这个南部的医护人员就说 这是不是完全是重北侵南呢 这个是一个问题 当然卫福部长陈时中在这个时候 还是一再地跟一般民众喊话说 拜托现在大家不要去强打 因为强打完全没有意义 好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 大家民众一听你这样讲 会不会反而更想打呢 这是民众的一种预期心理 我想说我们小儿科权威 医生您应该是 对不对 您在第一线接触这些患者 大家应该有在担心 这一波麻疹疫情扩散吧 有 那最近 诊手医院接到最多的电话 就是你那边有没有麻疹 都过吗 塞线混合疫苗 一天可以接到几十通 几天还可以接到几百通 那因为大家都很重视麻疹这个议题 那你现在北部也传染 南部也传染 很多人还想要出国去日本玩的 那他还更担心说 在那个什么冲绳岛 甚至日本本岛都有这个麻疹疫情 他还想打一打 他才放心的去国外旅游 那但是呢 我们疫苗真的是不够 因为过去 说实在 这个疫苗过去只打在哪些人身上 只打在那些要出国去美国 去英国 去欧盟留学的 他们要求你要打两剂 才可以出国 他们学校有要求 所以过去都打在这些人身上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台湾是整个全岛几乎都是疫区的 因为麻疹你看到一个案例呢 他可能已经传染到很多人上去了 那他传染过去又不是马上发病 他要一两个礼拜才发病 所以你抓到一个病人呢 事实上已经散播出去可能几十个了 那这几十个又会再散播出去 所以南部第一个案例发生了 可能接下来一两个礼拜后 又会好几个人又会发生 我就告诉大家说预防麻疹就是要施打疫苗 那大家当然会打去想要去抢打疫苗 像我办公室每天都接到很多人问说 现在疫苗要去哪里打 台北市哪里可以打疫苗 到处都问不到可以打疫苗的地方 那该怎么办等等等 所以民众的恐慌是可想而知 那事实上真正得病是二十几个 对 二十三 那这二十几个事实上都是年轻人 就是那种抗体已经监验在消失了 尤其是过去大概二三十岁 这一段年龄群的人 他过去可能最早期打 可能是在一岁的时候打过 可能之后都没有打 那么他的抗体已经监验在消失了 那么他就可能会再得到麻疹 虽然麻疹这个病不像SARS那么严重 医生我先打岔一下 所以应该要打的嘛 对不对 你讲的那个高危险群是应该要打的 可是就是因为现在疫苗不够 不是优先对象 对不对 不是医护人员没办法先打 其实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个大众议题了 你没有办法讲说 只有这些医护人员打就结束了 一般民众他也担心他得到麻疹 因为他也不晓得什么时候被传染到 因为他是空气传染 你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被传染了 所以大家都想打 那问题是疫苗不够 其实这个疫苗本身是不很贵 只是台湾现在没有办法 马上去把它进口一批疫苗进来 马上给大家打 如果他有办法去把这个疫苗 赶快进口进来 不要再一个月 其实一个月有点太久了 那希望是更快更好 所以可以不用到一个月 因为这个疫苗本身来 可能在其他国家 并没有疫区的地方 它可能不需要 可以赶快掉货 进去掉货 那为什么还要拖到一个月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为什么这疫苗需要掉一个月才能进来 可能这个要官方来回答的 那当然一些民众 现在也很恐慌 其实是真的是一个恐慌 尤其是那些年轻的族群 那些年轻的 其实我还有一个觉得说 我们还有很多公费的疫苗 其实可以公费的疫苗 可以优先调给这些智费人先打 这样可以暂时补燃眉之急 那再来进一些智费的进来 再来补公会的库存 对它公费的疫苗为什么不掉呢 因为公费疫苗它现在是保留给那些小孩子 那个大概是一岁的时候要打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五岁以后到入学前要打 这两个族群要各打一针 那公会的其实它虽然不是很多 但至少有一部分的库存 其实公会跟智费其实可以混在一起 先减燃眉之急 然后再补那个智费进来 再补到公会的库存里面去 我想这样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好 那医生你跟我们讲一下 你刚刚讲的这个区段 这个中年人这一块 这个年龄层 其实感染到麻疹 其实严重的话会致死的 是有致死率的 其实麻疹是可以致死 但是其实比例不是很高 在过去那种营养不良的时代 那个卫生习惯不好的时代 可能到五到十百分的人可能会有死亡 可是在现在这种时代 其实死亡率其实是很低的 因为麻疹主要的病化症是肺炎 会死的过去都死在肺炎 那有少部分会死在脑炎 那个是很少的 常常少见的 那另外像中耳炎这些 这些病化症其实还不算很严重 当然也可以可能导致你额绒 这些问题出来 可是麻疹大家还是很恐慌 没有一个人希望说我去得到麻疹 因为它是一个可预防的疾病 并不是一个不可预防的疾病 像SARS就没有疫苗 可是麻疹有疫苗 我只要打麻疹疫苗我就不怕了 所以我当然要担心 如果我可以马上有一个疫苗可以打 我不是就很放心了吗 现在这个问题就我们疫苗不足 所以南部人说他打不到 他不公平 我觉得也有道理 因为你不能说只有北部打 同样都医护人员都在第一线 问题他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 南部还没有疫情 但是现在南部疫情 接下来可能不只是南部 对 中部 那怎么办 甚至到处可能都会有 对 所以最好的政策就是赶快进疫苗进来 要不然就是把工位的疫苗 也赶快去打在需要打的人身上 也赶快要打了 那其实工位疫苗还有一部分 不需要保库存那么多 我是觉得可以考虑先这一点先做 对 刚刚医生提供了我们这个解决之道 对啊 你为什么不先掉疫苗先应急呢 那这个问题难道 卫福部疾管署想不到吗 赵欣 有那么多专家学者 对 所以我们说就急不就穷 第一个我们这个麻疹 它这个难得让我们台湾 跟国际上有关系 因为冲绳的那个麻疹 跟我们台湾好像也是有关系 我们输出国 变成输出国 但是这不是很光彩的事情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这个麻疹本身的问题 倒还是其次 重点是什么 大家发现这其实是个 管理上的系统性危机 原来我们的调度能力 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这是很重要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 这个银行平常都会有这个 如果碰到经济危机 都会遇到挤兑的危机 其实就算平常没有经济危机 你到任何一家银行 不管它多么的健康 如果它里面的保护 同时把钱 我要求要提出来 这家银行都一定会破产 对不对 那为什么平常没有来 要求要挤兑 因为对你这个银行的管理能力 有信心 就是现在我虽然知道你钱不够 但是我也相信你可以把钱掉到手 那么现在我们讲的卫福部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就这个重点不是疫苗 到底够或不够的问题 而是说大家根本就不相信 你讲的话 你说就算今天卫福部说够 大家一样会抢的去打疫苗 因为呢 大家不觉得卫福部 有能力讲实话 就你讲你的 我还是做我的 对你讲你的 我做我的 我觉得这种信心危机 是它最可怕的东西 另外就是说 我们刚刚之前讲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讲到之前这个政府 讲到卫生纸的时候 说什么三月中还是四月中之前都不会涨价 其实就是告诉你说 他会涨价 那我们知道 像我自己有个四岁大的小朋友 你如果不要他打电动 不要他喝牛奶 就从头到尾都不要提那件事情 叫他做别的事情 你说不要喝牛奶 不要打电动 其实你再提醒他 就越听越想打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要这个政府 或者这个部长的危机处理能力是什么 叫大家不要抢打 你就是提醒大家怎么样 这一定是疫苗不够 他怕大家抢打 那如果我不打我就笨蛋 因为别人会先去打 所以我就赶快去打了 你应该要做的 应该是先列出来一个 我们未来要怎么处理的SOP 比如说他说一个月以后 那问题是说 就像刚刚医师讲的 如果说你可以在一个月之内就调好 你是不是可以列出一个时程 说我们在哪一天 哪一天做什么 而且列出来是什么 哪些人是现在所谓的 我们讲高危险群 或者是优先的施打对象 比如说我觉得说 医护人员 淘机的医护人员要优先 南部的医护人员也要优先 那么对于一般民众 你可以跟大家讲说 目前还没有那么急迫 小朋友可能要忧心 因为小朋友碰到马子的抵抗能力 跟成人不一样 那要出国的 要去日本的 要去泰国的 我建议大家可以优先考虑去施打 这样子的话 一般人就会被划开 就是我可能没有那么急迫 你可能比较急迫 这样子的话 一般来讲 一般大众的心理就比较能够贫富 然后你趁这个缓冲期干什么 当然是赶快进疫苗 可是我们看看我们的政府 有没有做这些事情 有没有做这些先制作业跟危机管理 通通都没有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 就两个印象 第一个不够 第二个你可能不知道 掉不掉得到 第三个你说一个月后 我也不相信 因为你这个感觉根本就是失控了 那当然就会出现信心危机 还有南北不平衡 还有大家对于整个 疫情的恐慌跟管理 这种东西的危机 我觉得这才是整个政府 就管理跟系统性失灵里面 最应该要检讨 跟最应该要关注的问题 对 所以议员 这个是不是 这一次的这个麻疹事件 看得出来 其实政府确实它有一些螺丝 是有一点松动是失灵的 真的 你也不要怪民众说 为什么不相信这个政府 我觉得当然 疾管署在这个问题的 这个处理方式 真的是慢办法 因为民众一听到 这个绝对是恐慌 包括说从虎航之后 林口长庚又群聚感染 然后确诊的案例这么多 大家觉得说 去医院或是医护人员 这么多感染 而且又爆出说 可能接触的有三千多人 那这三千多人 疾管署有没有做好管控 也都不知道 只知道说 有三千多人 但这些人跑去哪里了 也都不知道 那群众当然会恐慌 想说 那因为空气就会感染 那在飞机上 当然密闭式空间是最容易 那在其他的地方 在电影院或是什么 都很容易去接触到 所以可以想象得到 民众担心的心理 而且在麻疹的相关预防上面 机关署也是告诉大家说 施打疫苗就是最好的方式 对啊 你现在又跟我说 你没有办法 没有资格打 他就告诉大家说 预防麻疹就是要施打疫苗 那大家当然会打去 想要去抢打疫苗 像我办公室 每天都见到很多人问说 现在疫苗要去哪里 打台北市哪里 可以打疫苗 到处都问不到 可以打疫苗的地方 那该怎么办 等等 所以民众的恐慌 是可想而知 但是政府没有做好 这个部分让民众安心说 其实现在的疫情 是有控制或者是说 不用这么恐慌 是怎么样高危险的人 才会感染到 大部分的人 在这个37岁以上 都不用恐慌 除非你是医护人员 或是等等等 那在1981年以下出生的人 可能才比较有需要等等 我觉得政府 没有做好这个部分 然后也没有把这些疫苗 该有的状况 或是紧急的去做一些应变 这个确实我觉得 机关署在这个部分是有点 如果说一个小小的麻疹疫情 都没有办法去管控好 那未来如果真的有一些 比较更严重的流行性疾病的时候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应变措施 真的是不够 而且台湾其实经历过很多 包括SARS等等的一些 流行性的这些疫情 那我觉得每一次 都应该要累积经验 在面对这些灾情的时候 政府第一时间的SOP 怎么样让民众安心 然后怎么样去避免民众去恐慌 这些都是应该做的 但是显然在这一次麻疹疫情的时候 政府只是出来说 不用担心 然后这个麻疹不会大流行 但是有必要的人请去打疫苗 但是疫苗又不够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说法 真的会让人觉得说 这个政府好像不知道在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机关署在这个部分 真的做得还不够啦 真的是 所以可是卫福部口口声声说 现在疫情控制啦 那我想医生你在第一线 疫情真的控制了吗 还是其实你不太乐观 我是觉得疫情说要控制 还没那么早 为什么呢 因为麻疹的潜伏期是一到两个礼拜 所以你被感染之后 是一到两个礼拜后才发病 所以你譬如说在南部看到这个一个病例 那么他所接触的人呢 是一两个礼拜后才发病的 你不知道他会不会发病啊 他如果一旦发病 他就像中指弹一直爆发出去一样 那越多人越多人感染啊 我们一直认为政府管制完了之后 应该是让这些有需求的人 他可以由管道而得到 结果政府接受管制的时候 是告诉大家讲说 卫福部提醒哦 因为强打疫苗真的没意义 那你就会觉得就是说 那你管制他干嘛 当然台湾的疫苗政策呢 说实在做得还不错 就是说可能百分之九十几人 都有打过这个疫苗 可是那些年轻的族群 他的抗理本来就在减弱 他打过疫苗没有错 可是他抗理一直在减弱 他是可以得到的 那没有一个人希望是得到麻疹啊 得到麻疹他不能上学 不能上班不能上课 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心理层面也很大的问题啊 没有人想要得到啊 所以还是要赶快去把这个疫苗找进来 因为其实我们邻居的国家 可能没有那么多疫情 可能他们都还有很多疫苗 也可以去调啊 透过这个疫苗公司赶快去调 我想应该不是一个很困难 而且这个疫苗不是很昂贵说 很难调很难制造的东西啊 所以如果可以赶快去调来 我想按大家民众的心 我想是这个最好的政策 没错 因为现在眼前疫苗不够嘛 任俊 以至于他才会有这些限缩对象的 这个接种的一个方案出来 可是我们也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提到 就是说好你给北北桃的医护人员 比如说急诊室 医学中心的优先施打 可是在这个急诊室里头 不是只有医护人员啊 是不是 比如说清洁人员啊 行政人员 传送人员啊 他有可能接触到患者 这些人会不会也成了漏网之鱼 那这一块也没顾到 就是都补一块西补一块而已嘛 我觉得当然卫福部这个疾管署 他在做这个整个要接手 管制疫苗的这个状态之下 他一定有他的思维逻辑啊 比如说他觉得说大家通通都强打 那到最后可能真正他在这个管控上面 他就无法给这个所谓 他自己认定叫做优先需要的人 但什么样叫做优先需要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一直认为政府管制完了之后 应该是让这些有需求的人 他可以由管道而得到 结果政府接受管制的时候 是告诉大家讲说 卫福部提醒哦 因为强打疫苗真的没意义 那你就会觉得就是说 那你管制他干嘛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你干嘛管制他 那你讲说有两件事情更重要 那两件事情叫做什么你知道 一直牵后矛盾 对 那两件事情叫做 积极监测个案及接触者啊 那我一般民众我怎么知道 他有没有得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一次的这个疫情里面 其实它比较可怕的是 当他落地完了之后 他其实是透过这个大众运输工具 一直往来